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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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总 我们首先回顾昨天一个简单而有意义的仪式 在年初我们做了三轮的为中国新冠疫情筹款活动 非常成功 昨天是最后一次的大元满 将总额50万3千的资金 和中国最三凡市总领事黄东华先生做一个 确认和交接的仪式 在这里也想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事情 在今年年初中国武汉发生疫情之后 中华总会馆就发起一个捐款 来支援中国抗疫 我们在星岛部也参与美西坂 也参与其中帮忙呼吁 很感谢得到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 可以说是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地的朋友 来到献出爱心之前的筹款活动 这个款行最初的原意 我们就是扣买物资 因为当时疫情一爆发 医护物资和医疗物资是缺乏的 我们第一批总会馆收到这些款行之后 马上去透过他们组织的扣买渠道 然后运了一批物资回去 但是其实疫情的变化就比较迅速复杂 例如各地很多人都去买物资回去 所以在这里抢购物资就变得更加紧缺 在海外来的 而且我的品质就开始出现有差之不差 有一些新闻反映就是 在疫区在中国当地收到这些物资 也是一个相当头痛的 因为第一我的品质参丝不齐 第二是如何才能符合到送到医院那里 又要经过一轮的筛选去检查 当时疫情大爆发如火如荼的时候 抢购物资都是这么忙碌的时候 就变成这些物资反而造成一个负担 有见及此总会馆的各位主席和我一起商量的时候 我们就说这些善款我们要很妥善的用 因为集合上来有50多万 接近60万的善款 我们应该要更好去利用 除了第一批物资已经送回来之后 应该如何用到实处去帮助呢 当时我们就大家一起邀请陈建文副计师 和另一位律师加入我们一起 组成一个小组在那里讨论 最后我们认为一个方案 希望能够将这些外心 欠给那些抗疫牺牲的中国医护人员 给他们的家属维属一些心灵的安慰 亦都是一些实际物质上的帮助 因为他们很多人可能失去街人 除了失去亲人之外 可能在经济上都会有一些一定的打击 所以就想了这个方案出来 我们在执行中间都遇到很多转折的困难 因为当地如何接受 接受之后如何分配 我们联络地方的时候 中间的过程里面 出现一些反复 不太顺利 所以最后也都接受了当地 一些慈善团体的建议 当地有一些乡村 是需要继续做防疫 消毒的工作 我们是否用这些钱去支持 当时提出好像有百多个村落 这些不是市区 在外围的地方 这个方案想执行的时候 我们继续跟领事馆协调 也了解实际的床方 他们觉得总会馆和我们这些小组 初衷是好的 就是能够下去 这些牺牲的医护人员 在一线抗疫里面 牺牲了他们的家属 这是好的想法 希望尽可能 能够达成这个愿望 长话短信 总之透过很多工作 所以这个时间好像很长 但真的要透过很多工作 这些工作也都得到 特别的部门的关注 推动这件事 实际能够提出 最后有62个家庭 他们殉职的医护人的资料 和家庭的状况 是如何犧牲的 这些资料都很长进 这样提供了出来 这个程序也都安排得很妥当 就是每个家庭 接受了这个款案之后 他们会有一个回调 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回调 回收回来 显示是真的收到这些款 真的落实到他们那里 这些款是 我们汇回去 所有的款汇回去之后 也都是不会收取任何的手续费 而且对每个医护都是平均的 感会分配 不会因为你职务的大小 有差异 所以这个是能够做得很实在的工作 我们都很高兴最后能够做得到 那款款已经汇回去了 汇出了 也都有银行的证明 收据之类之类 以后这款分发了之后 也都会有这些回汇回来 给我们作为一个公事 知道这个都是用一毒 总的来说 我们都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读者的外心去支持 我们也都真的和各个主席 和我们自己都付出了最大的慎重的精神 来完成这件事 没有浪费到一分一毫 也希望所有受到疫情影响的家庭 都可以迅速恢复 以及节哀 失去亲人的家庭 这个时候都想问问梁总 因为下个星期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梁总可以预告 因为下个星期也是一个很值得祝贺的日子 是的 我们8月1日是星都日报报庆的日子 8月1日 美西版这里我们是45周年 走过45个年头 8月份我们整个都是报庆月 我们就在7月31日 就是前一日 就是我们报庆日的生日的前夕 我们就会有一个直播节目 三小时在中文电台这里 和在网络YouTube那里做直播 我们编排了很多精彩的内容 也有很多礼品等于送给大家 也有很多好的介绍 如果说的话 有很多好处 推介给大家 在香港里面我也会和大家说说 就是报业在海外的发展 或者一些展望 我会和大家聊一聊 也邀请了很多人来做一些娱乐表演 文娱表演 也有 其中有 我喜欢煮一些东西的 有朋友要求我在香港里面 我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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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煮的 多谢你 我会在那里做个送给现场的朋友 视频的朋友就没办法 看着都可以的 或者我给一些提示 我煮的一道菜 究竟如何可以煮得更好 我不是什么厨师 只是从小到大 就接触厨房 有些自己觉得 都过得去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个星期大家敬请留意 除了星期四 有我们总部編集时间之外 星期五 我们有特备节目 以及两种其中一部分 会亲身示范一些的美食 大家可以留意 好 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说一说 今个星期正题 也是一个比较严肃 因为我们看到 今个星期最大的事情 就是中国驻 休斯顿的大使馆 是被美国勒令要关闭的 大概明天 即7月24日 所有人员要离开 这个突如其内 一个很冲击 我们所有眼球 冲击整个国际大局 一个很小的动作 但是整个大局都好像很奇怪 美国这一招 梁总你怎么看呢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究竟谁会受的伤害最大呢 这个消息呢 我就要坦白说 我就不是自己 在新闻网站 或者在网上留意到的 而是有一个朋友 香港的朋友 我一个旧同学 就来一个短讯问我 他这样 他也是拿了手机 拍电视画面 看到有这样的新闻 在网上说这些什么事 他说 是不是真的 梁洁峰 有多大件事 然后很多朋友 都在讯息那里问 是不是很大件事 我再看看 那些资料 真是有其事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意外 然后我回答两个字 给我的同学朋友 问我 我就说 是大事 是大件事 但是这件事 有多大呢 有多严重呢 是对哪一个的影响更加大呢 究竟 美国这个不尋常的动作 去关闭一个国家 驻自己 在本地的领事馆 这个这么大的动作 以往都是一些 报复性 是惩罚性的 对一些 认为相当敌对的国家 所做的行为 嗯 那这次 这个动作 意味着有些什么呢 好 我也觉得是一件大事 但是对着大事的时候呢 我们更加要从大局来看 这个我一向主张的 就是对国际事务 对一些政治事件 要掌握细节 但是一定要从大局来观察 嗯 因为如果你只是掌握细节 存在世事里面 来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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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情绪的激动 反过这些是正常会有的 但是如果没有大局去支撑的话 你不能完全理解 究竟这件事是什么事情来的 所以这件事一发生 情绪反映了 哇 很大事 为什么关注中国的领事馆 因为它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敌对关系升级 嗯 大家经常都说中美磨擦 然后说了很多 美中关系好人不好都去哪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大家都是拉拉扯扯的 这种状态 但是这个突然间要关闭中国驻休斯顿的领事馆 而且还是限定你72小时 相当急 这样来到等于是扔你走 这个动作本身是极度恶意的 嗯 我说恶意的意思 并不是说去批判美国 他做的事是一个坏事 不说的意思 意思就是这个动作本身是敌意的 是一个敌意的行为 那为什么美国突然间要对中国升级突破了 过去那种仍然是斗但未破的这样的局面 这就是破的 意思是我跟你是反抬的 可以这么说 你说这个是细抬 但是都是反抬 都是反抬 这个是这么恶劣的 有什么触法去呢 第一个你当然会想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关系要破裂 甚至有人一直都在说 最近就是说脱勾 脱离 甚至要将外交关系降级 是不是要到这样呢 现在似乎有个突破口 这个方向走 所以美中关系已经是去了另一个阶段 这个关闭大使馆的象征的意义 中间发生一些细节很无聊 比如说大使馆在那里宵夜 宵夜 宵夜又不能进去 大使馆范围也不能进去 邓老婆就说 你看看他们在那里宵夜 证明他们是什么 其实这些说话是无知兼无聊 既然大使馆要撤离 美国向其他地方撤离去宵夜 一样是这样宵夜 因为有些文件你带不走 而且最重要就是 碎纸机不可靠 可以重新拼凑 是的 你没办法 徹底所谓销毁这些印出来的文件 所以这些是很普通的东西 但是都要炒作 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里 美国做出这样的动作 究竟是经过什么的考量 它的后着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都说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美中关系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现在两个最大的国家 最大的国家 以前就是美苏美苏 苏联瓦解了 俄罗斯呢 俄罗斯是跟不上以前苏联的实力 都已经是不可平等来说的了 尤其是俄罗斯当去苏联瓦解的时候 错误地选择去跟着美国 请美国去跟他们重整经济 所以现在美中关系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要反面的时候 咦? 你应该要有后着 要想好 我们应该要去追踪的就是 跟着怎么办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就知道 美国就派了伤红武战斗群去南海 然后不单止他去 还要招呼呼喚兄弟去 英国又韩武又来 澳大利亚又去 即是说我去完之后 你们接力了 弟弟 总之在南海 用强军来搞局 这是一个前奏 接着呢 就去关系大使馆 告诉你 关系我们 现在我和你们反抬 反抬之后又怎样呢? 又如何呢? 美国的目的所图是什么呢? 最终你想得到什么 这个就想到有些状况了 想不通 你想得到什么呢? 美国作为现在 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 也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能够它的军事力量 政治影响力是偏格全球 尤其是它的军事力量 已经超出它的政治影响力 可以这么说 一个拥有这么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 可以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 常规作战 还不要说它有核子武器 为什么要跟老爷 这样反抬法 他跟着会做些什么? 大家想不明白 因为当你这样反抬法之后 中国必然就去报复了 所以关系一定是僵下去 你进一步搞僵是为了什么呢?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今年选举 特朗普要表示自己是一个人民英雄 表示自己是一个 能够为美国人谋福利的人 于是拿中国来到哪里 那是不是一个原因呢? 我们先去广告 稍后回来继续探讨有关的话题 社会时事 国际大共 星岛中文电台 总编辑时间 逢星期四朝早九点到十点半 星电视同报现场直播 好 回到第二节的总编辑时间 刚刚我们上一节说到 美国关闭中国主邮斯团总领事馆的情况 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凡是有原因 他原因是要保护美国人的权利 和保护美国人不受知识产权等等的侵犯 要关闭这个中领馆 但以这个表面的原因来说 好像是不同范畴 中领馆应该是完全不搭配的 只不过是一个外国领事馆 梁总你怎样看用这个原因呢? 这个原因很奇怪 是啊 他不说这个理由 更好是我们的国务卿 蓬佩奥 你知道国务卿其实就是外交部长 在美国有不同的职位称 等于外交部长 所以对外国的司令馆 在美国的事务 应该都是 为他管车的范围 他采出的理由 就相当特殊 而且可能是令很多人 咦?有个意外的 因为这些理由 你一直都说了很多年 美国指责中国 侵犯知识版权 这样 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通常都是在 一些商贸的协商里面 会提出来的 或者当一些高层的官员 去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会拿出来说的一些议题 但是关闭一个使馆 是等于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我先刮你一巴掌 省定一下你 但是 为什么要用这么粗暴的 和不相关的动作呢? 因为如果你说 是针对知识产权 你现在在打贸易战 你贸易战里面 其中一些条款 你已经在谈的 已经是涉及到这些 是不是? 在这么高层的 贸易战的 这些讨论里面 大家的会谈里面 已经是在过招 在说这些事情 需要关闭一个令氏馆 这样去做一个动作 就好像有些 我觉得暴露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不相关美国 整个政治策略的安排 是很混乱 出招是比较低手 所以说美国现在欠的是什么呢? 美国欠的是有长远目光的政治家 没有为这个国家来去提出 去带领我们走一套更加完整 或者更加有未来的方向 清楚的一个策略 似乎是一些随意性的反应 好像现在选举年 我只是说 有人第一个想到 因为是选举 选举的时候 那些政客都要打扮自己 成为美国人的救星 也是美国里面最有智慧 最勇敢一个 维护美国利益的英雄 所有候选人都是要做的 以前就会说很多事情 很多地方上的国内事务政策 教育、堕胎 甚至是同性戀权利 都是扮美国英雄 讲自己的主张 但现在就开始要打中国 因为明显就是把中国 成为一个对美国最大威胁的敌人 对美国的敌人 哪个表现得最勇猛 最深厚的勇字写得最大 那那个就应该当选了 所以这种的手段 有一期的节目跟大家讲到 就是美国的总统的选举 或者美国的政治 就是台湾化 你不可以说台湾跟着美国 做小弟 就是做马仔 但是美国的政治又台湾化 台湾化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讲政綱 不是讲我怎样治国 不是讲我国家的远景 我的策略方向 我治国的宏图都没有 全部欠放 就是打民粹就是 告诉大家 现在有个魔鬼在这里 就是要来残害国民了 于是我就出来打这个魔鬼 你们选我了 台湾也是说两岸 总之就是打中国牌 就是说要共产党来吞食我们 韩国瑜就是投共的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以色异态走投 就是煽动起或者刺激起人 那种恐惧的心理 是可以的 美国现在又跟着来做 在今期的选举里面 就是打中国牌 是谁砌中国最出力的呢 我个就硬正了 特朗普出招逼着拜登 拜登又说我还厉害 一定是这么说的 所以第一 他不会批评特朗普 他不会说我对中国还会强硬 大家在那里斗打中国 但是当一个 我们的超级大国 当我们要选一个最高领导人 他不是告诉我们 喂 美国怎么走下去 未来五年 未来十年 未来二十年 美国会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我们朝哪一个方向发展 为什么我们长期在我们的追踪民调里面 大部分美国人是认为 美国的国家方向是错误的 而这些声音是完全没有政客去关注的 这些民意调查 大家好像也不多去看 大家上网找一下 长期很多人认为 我们都没有方向的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很富有 我们生活安定 很好的环境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千秋万代的 我们要持续发展 我们要持续发展 我们要持续发展的方向在哪里 我们知道 中国有一个新的大国兴起 这个大国当然是佔据资源 佔据政治影响力 尽管某程度 它的军事也会强大 那和这个国家怎么相处呢 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就是这么大 曾经一段时间 美国认为我已经是最大 我这个地球 我已经是主人 但是如果不是 我发觉 有一个中国出了 那我们怎么应对它 我们就 用一种很粗暴的妖魔法 方式来妖魔中国 中国是坏的 所有从中国两个字加起来的 都是魔鬼来的 都是不应该存在的 但是这就是理性 或者这样是不是符合现实 符合现实 而是我们不是去评价 中国好意外 而是说 你这样是不是面对现实 就是说当中国的强大 它自然佔的份额多了的时候 美国是不甘心 我的份额少了 于是我就妖魔法 我就攻击它 我和它反面 我和它制造很多的冲突 但这个是不是 就是能够应对中国 日佔强大的手段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是简单粗暴 好像一个大只佬 有什么事呢 一拳放进去 完全不用佬的一种做法 对于一个大国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多一些呢 我们对自己 在美国这里 我们可以这么说 对自己的国家领导人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多一些呢 多一些的理性 多一些的策略 而不是只是用你的肌肉去办事呢 那美国这件事 就是蓬佩奥我们的国务卿 说了这么荒谬的理由出来 完全跟你关的大使馆是没有相关的 于是第二天 有国会领袖就补回一句 我们有个最反华的其中一个议员 路比奥就说 哦 那里是间谍中心来的 这个理由呢 就比较像样 但是像亨特尼呢 当然也都是 大家一听就知道 北京不经得起推敲了 因为你说大使馆是间谍中心 因为大家想起现在就想起灵镜门事件 是吧 斯洛登 斯洛登 再加上先前有一个 遗基解密的泄露 那些资料 我们都知道原来美国在全球的大使馆 都是在做情报收集的工作 我个人来看 这个我不会觉得是多负面的事 因为一个国家去收集另一个国家的信息 你用情报好像很坏事 收集它的信息 在政治上多了解它 或者掌握它 去那些政治人物的动向 为了它自己本国利益而出发 只不过美国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科技 有这样的力量去做得多些 那你又不能够怪它 我觉得 这是美国自身的意义 只不过问题就是 美国有证据的实在 大家都看得到 我自己也看了很多美国大使馆 在遗基解密上的解密报告 美国驻各地的事馆就是定期的去交这些报告 我接触过什么 接触过什么 我特别要关注一下 我来看看利比亚 看看香港 香港美国总领事 看到这些反对派的人 谈完又怎样 怎样看香港的状况 做很多这些就是情报收集工作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如果这样 是不是所有其他国家 都应该关闭了美国的领事馆呢 我觉得也不会这样做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正当的理由 我不是说间谍不间谍 但间谍就好像很邪恶很坏 我意思就是说 作为一种收集 阻在地国家资讯的工作 就是两国来往 一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有什么奇怪呢 这个当然你可以 对一些不经思考的人 加一个两个字间谍 哇多邪恶多坏 你可以这样去说 但是如果你把它中性化 你一看来说 根本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工作 但是你说间谍有多坏呢 那美国也都派了很多间谍 其他国家也会有 所以这个是国与国 来往国际事务里面的一个常态 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去广告 最后继续是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星岛总编辑梁建峰 一一分析民生民情 社会时事 国际大局 星岛中文电台 总编辑时间 逢星期四 朝早九点到十点半 星电视同报现场直播 好 回到第三节的总编辑时间 继续问梁总 我们这个星期的标题就是 关闭中领馆究竟谁受伤 其实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大家都除了震撼之外 最终究竟中国的利益受损多 还是美国这样做 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呢 所以说要了解他真正的动机很重要 如果为了选举刺激自己的铁粉 这个动作是有用的 而且相信已经达到相当的效果 因为特朗普的铁粉 就是希望特朗普表现强硬 为美国人的利益 因为他的口号就是所谓要 美国再强大再次伟大 现在谁阻止我们伟大呢 就是中国阻止我们再伟大 于是我们就打中国 OK的 如果他纯粹为了选举 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相当的作用 再加上可以逼到对手 拜登你跟不跟呢 好像玩show hand 我加住 你加不加 你不加你就退 所以这个在选举来说是有用的 但是如果为了选举 短期的利益 我觉得这种是自私的行为 但是就像博尔顿那本新书所说 在特朗普的眼中 所有国家事务和他私人事务 是没有分别的 他所谓私人事务 就是私人的利益 想再连任 政治上继续做美国总统 和国家的行为 他是混乱的 他可以用 为了自己的政治私人利益 做一些国家的动作 而选害国家利益 博尔顿新书里就这么说 这个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不管所谓外交惯例 国际习惯例 我做了我对我选的有益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短线 如果你说为了要 中国是美国的长远的一个对手 一个敌人 我们美国一定要打压中国的发展 然后才可以保住美国在全球的霸权 这个就是美国的 至少到现在 美国华盛顿 这些政治财金精英的一个共识 如果是为了这样而出手的话 这个可以说是两党的共识 但是如果是为了这个要打压中国的发展 或者打压来自中国的挑战的话 而关闭一个大使馆 关闭一个领事馆 是不是一个好的招数呢 直接就是下策了 下下下下策了 是吧 美国怎样应对中国的国体 中国的强大 究竟有没有招 有人说有 你看打贸易战 中国就崩溃了 现在在香港那里 大家搞多少东西 又成立新的香港法 然后又停止引渡 搞了欧洲 澳洲这些国家才来到出招 很多东西做 但是问题就是 这些好像很大动作 甚至开了双红武 航空母艦到南海 是不是能够阻止中国的发展 是不是能够阻止中国继续强大呢 你要看作用 对不起 如果不起作用 那你做来做什么呢 还有就是 这样反映 现在我们的政治领导层的集体 包括了这些在特朗普身边的智囊 税客 他们的水平 所以两面来看 如果你是纯粹为了选举 他短期炒作民粹 这个动作本身的策略本身 我觉得对特朗普 稳住他自己的 尤其是他现在的民调落后 稳住他自己的基本盘 是有用的 但是你说作为一个对抗中国来说 是完全没用不得不得 一样显示了一样东西 就是很低手 美国的自信在哪里 美国的本事在哪里 中国现在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处备了这样的国力 是因为什么原因 如果美国要冲击他 或者美国要和中国竞争 以前美国不需要竞争 因为他是老大 战略开始他已经找到了老大的位置 没有什么人能够和他竞争 只不过他是不喜欢有些人 想挑战他那些 他就好像拿热灰鹰拍 拍拍下去 他就打散了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战略这么多十年来 他已经是惯常这个动作 有哪里不听话 我就看他一下 那就搞定 但是应对中国 不行了 那你用什么方法 某异战搞了这么久 都搞不死中国 可能已经超出了 特朗普能够忍受的时间 因为他喜欢速战速决 因为他一出拳 对方就要倒地 就要击倒了 那么这么久都不击倒 那你用什么方法 看不看到方法 看不到的时候 就要反思来检讨 可能美国的政治精英集体 没有招 而且就算有他认为的招 都是一些很没有效的 很没有素质的一些手段 所以我觉得这种行径 本身就是暴露了 反而是美国在政治决策 或者政治规划 国际政治规划里面 一个很大的短板 这个时间我们稍微去广告 稍后继续探讨有关的议题 星岛总编辑梁建峰 一一分析民生民情 社会时事 国际大局 星岛中文电台 总编辑时间 逢星期四 朝早九点到十点半 星电视同报现场直播 回到第四节的总编辑时间 我都想问回 如果中国现在受到这样的打压 其实休斯顿就是第一间 分分钟来到三藩市湾区的 三藩市总领事馆 都有些传言 可能是下一个要被关闭的 中国方面他们又怎样应对呢 是否用同等的 你关我一个 我又关你一个 有些传言说 武汉的 美国主中国总领事馆 就是中国会反制的 第一个目标 中国是否就是 你用什么招 我用什么招拆 你怎样看中国应对美国的办法 从今次关闭这个总领事馆这个动作 其实我意外的地方就是 我意外的地方就是 美国这些政治的智囊精英的水平 原来比我想象中还要低一些 因为这个动作本身真的是低 也都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的不了解 很多人呢 日本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环圈里面 都惯了是轻视看少中国 包括我们环圈里面的人 看少中国 认为中国 尤其是在现在的共产党里面 是僵化自私 无知愚昧 和是一种 即是 反射性的 耗面子的一种反应 所以我关你一个大使馆 等于我兜巴声你一巴 你一定是窄窄跳了 然后丑态百出了 很多人会是这样想 但是你看看 今天的中国的政治领导层 或者政治圈里面 对国际重大事务的挑战 是不是好像一些舆论宣传 或者从一些反对中国政客里面所说的 那么头脑简单呢 我还在看博尔顿的书 也在看特朗普的侄女 对我本书两本一起看 都很好看 两个从不同的层面 才来到入手 一个政治一个私人 是的 一个和家族 两个都很劲爆 有时间跟大家说 那么博尔顿那里 其中有一段 就是说去见金正恩 就说特朗普去见金正恩 博尔顿作为国家安全顾问 就说他准备很多资料 其中一件事就是 特朗普就问他 你想想 习近平和金正恩说过些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金正恩结果之前 会受习近平什么影响 这个博尔顿就说 他自己自偏自道 就是他在那里无意 习近平见金正恩的时候 会说些什么 于是他就用习近平的口吻 就写了一篇的文章 就读给特朗普听 我就认为 习近平一定是这样 跟金正恩说了 说了一大堆 我听了之后 就是看了这一段之后 我觉得可笑 原来这个这么资深的 国际事务 美国的精英 经历了几朝的总统 对中国理解 仍然是那种黑板式 平面化 没有深度 而且是完全错误的 一种这样的形资 他还很自名得意地 写了六本书 哎呀 真是低手 而中国的反应会是怎样 你觉得中国就会 插插跳啦 没有符啦 这样 中国现在说的 很多人就期待等着 现在都还没出来 他说会反制 那会不会又关你一个 的大使馆 很多人就说 哎呀 第一个好啊 关香港啊 因为香港里面 整个几千个僱员 根本就不是一个大使馆 那香港几百万人 为什么要美国 駐香港的 的领事馆 是比其他理事馆 人员都要多 而且 为什么要这么多人 在这儿做事 你说不是做情报的 那在那里做什么呢 为什么要这么多 那么多人在那里呢 那有人就说 哎呀 关这个关那个 这个呢 可能都是其中一个的 的凝对 我们不知道 所谓对等的凝对 但这个凝对 不是最重要的 嗯 最重要 所以中国今天应对美国的发展 就是继续很稳定的 这样做强 做大自己 你看今天 中国那个的稳定性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底下 疫情底下之后 它能够最快的恢复 第一个爆发 但是它用了真的 壮事断臂 可以说 全国经济停顿 GDP要大倒退的手段 来压制这个疫情 所以它今天成功 成功了之后 全世界都妒忌 我们美国现在疫情还上 我们加州很不幸 我们爬上全美国第一 我们有400万人 确诊 而且我们死亡是14万 14万 14万 超过14万 超过14万 我们仍然没有负 我们对于这个病毒 但是中国在做的事情 就是它继续做强 困定自己 而且那个GDP 已经是正向发展 走回去正数 再加上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它展示一种力量 在那里 好像那个检测 我们现在都说 美国检测 慢慢希望跟上 但是能够做到多少 都不是全面检测 但是因为新疆最近发生了 有几十宗的疫情 要在那里马上控制住 于是 中国就派其他省份的人 进去支援 做这个防疫检测 因为要找到这些人出来 哪个感染 然后就把他们隔离 追踪隔离之后 就可以去控制这个病毒 大家知道 现在在新疆 在乌鲁木齐 一天是检测 多少人次 应该要过十万 八十万 八十万 就在一个地点那里 在乌鲁木齐 是能够做到这么大 我想美国都没有 整个美国都没有 一天这个检测的能力 所以中国在做的是 继续去稳步自己的发展 所有的项目 你说下面的大湾区 南边的大湾区 自己的高铁发展 而且刚刚还发射了 一个去火星探测的卫星 他的太空计划 样样按捕就班去做 而不是跟你斗气 这个时间 我们先去广告 和新闻简报 稍后回来 将会是10点之后的 总编辑时间 星岛总编辑梁建峰 一一分析民生民情 社会时事 国际大局 星岛中文电台 总编辑时间 逢星期四 早上九点到十点半 星电视同报现场直播 回到你10点之后的总编辑时间 继续和梁总关心这个世界大事 但也要回应一些网友的谈话 有位网友说 有很多广告直播时段 带到一些网友帮我们 说我们的广告羊羊羊收入 抱歉一下 我们中间有广告时间 但是因为没有办法 我们是纯粹是文办 雙形的一个媒体 没有任何政府的资助 也都只能够靠我们的广告客户 还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好像透过请星电视喝茶 这样的方式也支持我们的工作 所以希望大家见谅一下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讲回上一节我们讲到 究竟是哪一个受伤多些 我觉得所暴露出来的就是 中国今天的发展是能够沉着 为什么能够沉着呢 过去就为了韜光养晦 知道自己的底子薄弱 唯有低调能够找空间 但现在同样相对来说 它能够沉稳 就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有一定的实力的处备 也都知道自己的进退 今天应该要走到怎么样 所以如果我们看两国的出招 出处进退 你又会见得到 中国是稳很多 好像南海所谓仲裁那件事 你见法庭搞到 当时的菲律宾领导人 有很多挑衅的话 中国最后 四两拨千斤就过了 这件事也不是想象中 好像来世空空那样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今天只要静心去看 中国是叫做稳步发展 而且有目标有方向 就说精准扶贫也好 或者完善治理 地方治理能力也好 在那里正是稳步有方略有策划的在那里发展 而美国在做的就是跌在一个选举的循环里面 四年里面一次的选举 然后再加上没有长远的规划 就在这个疫情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 到今时今日 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国家领导人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领导大家去抗疫 反而就是指责这个 上个星期我都说过 连我们首席的传染病专家都要去抹黑他 亂七八糟的抗疫 过来很多事情都是 比如包括 戴口罩 戴口罩都搞不到 还有就是最近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件事 早前讲到这个佛罗伊德事件的时候 特朗普出来说 你们各地这样的示威 你们这些不是示威 你们这些是暴徒 如果地方政府不镇压 我就出联邦 联邦的武装来都会镇压 当时以为他恐吓一下 他真的正在做 就在我们加州附近 波特兰 波特兰市 波特兰那里 他已经是这样做了 而且他还鼓励 这次很成功 派联邦的武装出去 去镇压一般的示威者 当时他出的理由就是说 因为这些示威者出现在我们联邦政府的民业附近 于是我出去保护 他就在那里拉人 又放催泪弹 昨天发生的事就是 波特兰的市长 亦都去和那些示威者 去到示威现场 和那些示威者来对话 当然示威者又骂他 但是他又说自己站在示威者一边 却终之呢 联邦的执法人员就来到镇压 放催泪弹 这个市长自己都吃了催泪弹 被想像中难受啊 他在吸这些催泪弹 他又在做这些事情 就是说我们以为 说笑而已 怎么会联邦去镇压地方 我们是联邦制的 怎么会去到地方执法呢 他就是这样做了 他还说我还要扩大到其他城市 相当有效啊 抓了很多人 但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在美国这些暴露 不知道大家有多留意 有多少人觉得 觉得肉痛 即是说刺到埋身了 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治理的 究竟我们不是说我们是民主自由的吗 你说示威 那你说暴徒当然要抓 但是为什么我们 又嫌地方的警力不够 那为什么呢 谁去执法呢 为什么要我们总统 自己派遣联邦的武装 下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整个社会 很多事情我们在这里发生 是不合理 是很混乱的方向 大家又不觉得一回事 这样才惊奇 大家不觉得是问题 我这样说可能是李小提大做 也是这样的 大家都惯常这个社会 好像很成熟很稳定 是有问题的 是否我们都被纯服得太久呢 其实这件大使馆这件事 领事馆这件事 我也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对华人的影响 这个我很担心 大家看到这样 其实有美国国籍 但是我们是华人的外在海两种 如果有时候 去中国定时局 都要搞签证 很多时候 如果全部关了 其实对于民间来说 都不方便 所以其实对于在美的华人影响 反而是最受伤的 很多人就这样看 会不会有排华 有人担心 会不会对华人的歧视 会更严重 我觉得这个 当由政府 由政客 我们国会的领袖 由于议员集体的来到去妖魔化 去抵毁中国的时候 我们一张 环的面孔肯定是受伤 如果你说不受伤的 我们是美国人来的 这个自己骗自己 因为你的样子 摆出来 是跟别人不同的 你不会因为 我是中心拥护特朗普的铁杆粉丝 我在美国不会受到歧视 会吗? 当然不会 不要傻了 当整个社会 如果美国社会形成一种氛围 现在都没有 但是已经开始形成一种气候了 到如果再极端化一些 好像麦卡锡时代 所有中国人都是恶劣 邪恶 魔鬼 想害我们美国利益 都是应该要打倒的时候 那我们一个华人 生活在美国 我们一个美籍华人 你觉得我们会很安乐吗? 我们会安然无事吗? 如果这种 我们任由我们的政府 这样去搞中国 最终会不会损害到我们呢? 所以我又觉得 我们要保持一定的理性 当然有些人也会说 不应该我们是美籍华人 我们应该要支持政府 支持政府? 单一叫什么?政府的思路 政府所有的政策 百分百都是正确的吗? 我们回来可以再讲一下你们 好 这时我们先去广告 稍后再继续是总编辑时间 星期四朝早九点到十点半 星电视同报现场直播 欢迎来到最后一节的总编辑时间 继续跟梁总关心 我们在美的华人 面对这样的大时代 大局势的话 其实有些什么 我们要注意 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去自处呢? 我们觉得我们要留心的 要警惕的 因为这个 反华浪潮一反的时候 一定会波及我们的 我们生活的环境 我们所感受到的恶意 敌意一定会增加 有些说法就是 我们是美籍的 我们一定要支持美国政府 这种说法是 表面上我听到很爽很适合 但其实是错了 为什么呢? 我们作为一个美国公民 在美国我们说最大的美国价值 就是叫做什么? 民主自由 什么叫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的意思就是 我对我们政府 我们是主人来的 虽然我们在这里是 少数族裔 我们是 地位身份 和主流白人 是差一点 但如果你说 我们这样的精神的话 我们都是美国公民的话 那我们是 有监督政府的 权利的 对政府的政策 我们可以提出质疑 我们甚至可以提出自己的政策 为什么不可以? 这个才是美国的 真正伟大可贵 我们说民主自由 政府是接受人民的监督 如果我们来到美国 仍然说 所有美国政府 无论是哪一届政府 我们都要支持 都要信从 我们做一个信民 做一个 不会反省 不会监督政府的一个信民 这个是美国精神 这个不是 这个是中国封建社会 王朝 带过来的 和美国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 作为一个美国公民 对今天 我们质疑 我们政府做的事情 是不是有利于 我们美国长远的发展呢? 和中国为敌 将一个假象抹黑了的 妖魔化的中国 呈现在美国人的面前 是不是真实呢? 是不是让美国的下一代 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呢? 不现实 美国今天要现实的 就是要客观的对待 中国的发展 继续的强大 是无可避免的一件事 是不能制止的一件事 既然不能制止的时候 我怎么和它共存 共谋更好的 共处的福利 这个才是真正的策略 而不是想着 现在的华盛顿政客 很简单的头脑 以为我一拳打下去 就可以压死他 大石砸死下 以为可以执着中国 这个是不现实的了 不行 我们不能挑战美国政府 我们要支持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美国政府反华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跟着队 我们又反了 我们才安全 这种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智慧 可以指的是零智慧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美国华人 在这个反华浪潮里面 更加要站出来 说给美国政府 这个不是美国的真正国家 虽然这种看法 在这个民粹政治里面 我们并不是主流 我们可能是少数 但是少数不代表不是真理 少数不代表就不应该发声 既然我们还是相信 这片土地是一个自由民主 的地方的话 那就应该要勇敢的发声 告诉这些政客 你方向错了 你会带给美国人 更加不明朗 更加灰暗的前景 而不是一味的去奉承跟着 麦卡锡时代的时候 就反共 四维华足间谍 左足右足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走麦卡锡时代 当时华人为了要自保 就做了一个动作 成立一些反共会 就说 我也有反共的 你看我也有反共会 希望 反共的 蜂瘟狂 反共 暴风足 的年代的时候 就不要和禽 今天我们是否要同样做一样 这件事呢 我们需要带个标签 像德国纳粹 以色列人 每个人都要给一个秘章 标识他们是犹太人 那我们用不用来日挂个标签 做个颈链 做个圈 我是爱美国的华裔 美籍华裔 我们要这样出奸 才能显得我们自己没事 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处于一个环境 而不是我们勇敢地去发声 告诉美国人 告诉我们政客 我们的议员 这种方式是错的 但是你要和我们在那里出声 美国不应该走一条这样的路 因为你这样和中国对碰对撞 结果是对美国本身是不利的 长远发展不应该是这样 我们是否应该做一种积极的动作 而不是坐在那里跟着队 现在的大小都是要反横 我们跟着反我 是不是这么傻呢 当然了 已经回应了一些听众 为什么梁总经常反美 梁总经常会把这个政事 因为是美国人 要把这个精神和大家分析 不是叫做反不反美 就是对一些政策的分析 一些看法要提出来 还有一件事 我想是华人要关注的 就是台湾问题 这个也想和中国 因为美国现在的政客 这么短视 也都用一种这么肤浅的方式 来应对中国的时候 我以前多次说过 大家要留意台湾的状况 因为他搞完香港 香港国安法又搞完 然后跟着又试下 做一些所谓面子工程 即是以为他打你一巴掌 删掉一个领事馆 接下来 極可能 美国要搞的就是台湾 他一方面 会和北京的关系 来到美国方面 会降低的层次 另一方面 他可能会提高 和台湾的关系 所以当提高关系的时候 美国我自己看来 最大的利益就是 再来一次国共内战 这不是国共 也就是两岸内战 因为已经换了民进党 对美国来说 最大的利益就是地方来联 你看一下历史 过去 美国搞一些地方的时候 先是搞你里面搞乱 先是搞政权的不稳定 你们的来斗 然后美国才可以从中取来 或者先等你自己烂在那里 我都不用理你了 所以台湾是一个真正的火药库 而台湾的现在的领导人 蔡英文 整个民进党也是 傻下傻下 自己真的 抱着柴跳下火坑都不知道 美国会很大动作在台湾上面 不单止说军售这么简单 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加出格的动作 去挑战北京的底线 北京说到武统有多大的底线 外国政治力量 军事力量的介入 美国会走一条线 我自己会看 美国会把自己美军的生命放在那里 跟台湾 或者说所谓保卫台湾来打仗 我看这个可能性很低 但极可能的就是 用尽方法 能够煽动 两岸的武统 或者两岸的战争的出现 因为这个对美国最大利益 第一 自己不用花一兵一足 只可以用一些政策 甚至有钱收的 卖武器给你 我就有钱收 会挑动到两岸战争边缘 这个是很可能的一招 因为只要中国有战争不稳定 中国发展一定会拖后很久很久 这个就是美国一个最低成本的做法 但对中国人来说 可能是一场小的灾难 尤其是对台湾 所以希望台湾方面 真的要省一省 特别要关心 但是这个机率比较低 因为你看到蔡英文 都是靠用两岸议题 特别是以香港等等的议题 挑起了台湾人对中国内地的反感 而从而当选 今次赢得这个大选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台湾和中国的关系 只会越走越远 甚至乎好像刚刚梁总统 可能真的会出现热战 所以要关注 我觉得美国不会放过台湾 台湾是美国准备要放弃 能够爆炸自我言 爆炸的一个旗子 台湾人我不知自己怎么看 还在享受自己很安逸的生活 很知足的生活 然后骂共产党觉得很过瘾 那些日子已经不是这样 好了 那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来到尾声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 就继续总编室时间 还有星期五有一个特别节目 是 大家记得7月31日 我们早上有报庆的特别节目 三个钟头和大家一起 这个时间多谢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言论纯属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星岛中文电台的立场